老和尚慈悲 诸位师父 以及在座的精进菩萨们 大家好 好丁好好 昨天我们说到了 观世音菩萨能救济众生的禅心二极 心病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要说生病 观世音菩萨能救众生一切色身之病 我们这个身体是业力所感召 四大所甲合 所以它没有主宰性 一大不条百一病生 四大不条四百四病 古人说 英雄最怕病来磨 这个病确实把众生折磨得好惨 好惨 大家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 在台湾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医院 可是再大的医院 再多的医生 病人还是人满为患 都没有病房可以住 只好睡在走廊 你再仔细看看 每个病人 有多少人 少了一条腿 断了一只手 断了一只手 甚至是没有下巴 没有眼睛 没有鼻子 有多少的人 被医生 宣布 无药可救 整天过着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日子 又还要承受着 家庭经济重大的压力 这些病人 内心的苦楚与悲哀 有谁能够体会 我们应该多么庆幸 我们今天 能够四肢健全 虽然有一点病 但还能够正常的生活 你看 现在世界上 科学越来越发达 医学界也越来越苍迷 可是这些身外的物质 真的能够解救 众生的病苦吗 小病或许可以 可是真正严重的病呢 医生自己也没有办法 医学只能帮到一个程度 癌细胞在肝脏 肝脏切除掉了 假如癌细胞蔓延到了全身 那你要切除哪里 老上常说 身体有病 当然就要看医生吃药 可是这个病再怎么样都看不好 那就是业障病 为什么世间上 那么多稀奇古怪的病呢 那都是自己 累生累劫的冤亲在主 所变现 所变现 还有自己内心的三毒烦恼 所感召 内心有病 身体才会有病 并不是所谓的细胞病变 病毒感染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癌细胞病毒是怎么来的 那都是个人的冤亲在主 所变现 那这些治不好的禅生恶极 怎么办呢 诸位 求观世音菩萨 佛陀告诉我们 又若家内 遇大恶病 百怪尽其 鬼神邪魔 老乱其家 世家大小 内外不合者 当于牵手牵眼 菩萨向前 至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 大悲咒 满其千变 如上二世 西皆消灭 永得安稳 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 能够洗除众生一切的业障病 当然 观世音菩萨救济众生病苦的例子 诸位菩萨都是知道很多的 现在墨学就讲一个感应的事情 来给诸位听 这是墨学所亲耳见闻的 大约是在民国 大约是在民国八十四年 在高雄凤山 有一位黄海荣居士 他为人正直 生活也富裕 家庭也美满 常时在外面 跟人家喝酒应酬 正因为生活是如此的平顺 所以他的妹妹行得居士 常常叫他要念佛 要吃素 他总是福福饭饭的 就好像老上常说的嘛 你没有病 你没有痛苦 你怎么会学佛呢 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 他带着他的外甥到澄清湖游玩后 忽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就到医院去检查 赫兰发现 自己竟然得了第二期的大肠癌 这个恶讯对他来说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于是他才开始听妹妹的话 学佛吃素 他的妹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当黄海荣居士 准备要到医院切除癌肿瘤的那一天 他的妹妹一再地交代他 你在开刀的过程当中 如果会痛 千万不要叫护士小姐 护士只会帮你注射更多的麻醉药 那对你只有更危险 你如果会痛 就要喊观世音菩萨 越痛要喊越大声 菩萨很慈悲的 他一定会来加倍你 后来黄海荣居士 被送进手术房之后 因为是半身麻醉 所以手术刀一切下去 他觉得很痛 就大喊护士小姐 护士果然就拿了一支麻醉药走过来 他忽然想到妹妹交代他的话 就叫护士不可以注射 就开始大声地喊起观世音菩萨 说起来也真不可思议 他才喊没多久 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现身在半空中 放红色的光照耀他 照得他好舒服 不会痛了 手术结束了以后 出来 别人都是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唯独他竟然是红光满面 而且出来以后精神很好 还跟来探望他的朋友 讲话讲了好久 后来 开刀结束了 回到了家里 虽然手术基本上还算是很顺利 但是开刀后的那个伤口 始终是没办法愈合 而且那个伤口很大 德国进口最好的西药 再怎么擦也是毫无效果 他的妹妹知道了 于是就到寺庙 去求大杯水给他的哥哥 并且交代他 你每天要念观世音菩萨 这瓶大杯水 一天要擦三次 这时 他的妻子在旁边听到了 因为他的妻子是学化学的 就问 德国进口最好的药 都擦不好了 这个矿泉水怎么可能 有什么作用呢 而且 这个水里面好像还有一点青苔 会不会细菌感染啊 这时候行德居士就告诉他 少少 你不可以这样说 连最好的药都擦不好了 那就是业障病 要知道 业障病不是要能够治的 那就要靠菩萨的干露水来化解 菩萨很灵验的 你不妨就试试嘛 后来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结果之前 西药擦了半年都不会好的伤口 才擦几天 就结痂干掉 不再流浓 过了一个月 就完全愈合 作为菩萨听了这个感应事迹 对观世音菩萨 应该是 多增加了一分的信心 你想一想 我们活在这个 没有保障的世界 你到底要依靠谁 在你最痛苦 最无助的时候 有谁能够救把你 记得 在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老和尚 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 拜观世音菩萨 祈求菩萨 加倍 消除我们的 禅心恶极 灭除我们的 无见重千 感谢观世音菩萨